适合我 其实沈涛比我更优秀 我再提醒一下这个六号小姐 我们太太都是全 我们俩太太都是全职太太 那你这个林林怎么还听着人家沈涛 我只是说她比较适合我 再适合你人家一个他人的丈夫了 她可能是说喜欢沈涛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的 是这样啊 以沈涛为首的这个类型 对不对 马晓默 我觉得她跟每个女嘉宾讲话 我都觉得每一个好像都是她的超导奇的感觉 我觉得她不够专定那种感觉 就是 马晓默 我可能你比较尊重我们 但是我不喜欢就是对每个女生都这样 这个可能是我给你的一种错觉 那首先一个我想说一下 我在回答你们所有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发现出至少有三个错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想到 听到 会思考到 因为我不够完美 所以我听不出 没有啊 我也不是很完美 你看所以呢 女孩子是 女孩子的心啊 我们有的时候是很难猜得透的 太好了呢 你们又觉得不安全 不好了呢 你们啪啪啪啪啪 一下就把人家赶下舞台 也很难读懂你们 当然了 顾虑是各自的 有一个各自的理由 她一直都做得很好 男生主导时间 男生有话说 一二三四 这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我原本以为你们 你有机会至少可以有一个赛班岛 双人游 因为我 说实话 你说你有三个很错误的地方 我认为 顶多只有一个吧 剩下都很完美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绝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你表现得很好 极有礼貌 而且呢 你很成功地把他们都制服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男孩做到 他们在你面前 好像都没什么脾气 那么你要问他们什么呢 想问一下 志玲小姐和Lily 一个很小的IQ测试 如果说在一个很黑的房间里面 你要待上三十分钟 里面什么都没有 窗户都没有 请问两位各自会做什么事情 是要第一直觉的答案吗 是的 第一直觉的答案 三十分钟之后我会出去吗 会的 那我就休息一下 训练小觉 打打嘴什么的 OK 谢谢 Lily 其实我也差不多了 就是那点补棉 谢谢 好 这边还有一位楼瑶 同样的问题吗 楼瑶和Lily 两位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瑶 会不会觉得很害怕 然后拼命摸索门在哪里 谢谢 你 我会很害怕 但是我会一直等啊 等到我出去那天啊 那个时间 谢谢 这是你们平时用来考察 人力资源 考察人性格的问题吗 这只是一个小测试 知道人的几个方面而已 所以你会读到什么答案 愿意跟我们分享 还是你只愿意留在自己心里 首先是一个对方的一个初步性格 第二是对方的一个意志力 第三是对方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 那就是三方面 逻辑思维能力最强的是 以这个测试的结果来看 测试结果来看 妮妮是最强的 妮妮是最强的 最弱的是他们俩吗 也不是啦 其实 差不多 后面三位都差不多 不是说你们没有逻辑思维 就是说你们的逻辑思维 可能是稍微比他 就是可能稍微弱一点 这个可能有点听起来不好听哦 在我身边这个男人 是非常有主导意识的 他的温文尔雅 侃侃而谈 不光流入他的气质 而且很容易把整个的谈话节奏 往他身边就带引过去了 这证明他是一个世界上 会非常成功的人 他有一定的影响力 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现在你来做选择 有四盏灯亮着 你灭掉当中的两盏 留两盏 他首先走向的是楼瑶 他们当中的 他走过了智琳 莉莉转了回去 智琳 他灭掉了智琳的灯 莉莉 莉莉 两位来 到舞台上来 李凡 现在我很想知道 你先公布一下 你的超导体女孩是谁 在开始选择的时候 16号 圣灵云 你是她的超导体女孩 对 没想到吗 完全没有 对不对 好 站在中间 现在你可以问他们三个人 一个问题 他们三个都要回答 然后你再来做选择 你刚刚说过 你已经有一个选择了 那个选择肯定是在 这三个女孩当中 就是在你刚才回答 所有女孩提问的时候 是的 很好 我们的问题呢 包括生活理念 消费理念 家庭理念和情感理念 所以你挑一个理念方面 哪一种 生活吧 生活理念 来 请看 生活理念有五个问题 你可以选择当中的一个 第四个 你曾经查过男友的手机吗 淋淋 没有 以后会吗 应该不会啊 我觉得应该有个人的隐私啊 好 超道题女孩 盛林云 我有查过 而且之前我查得蛮紧的 因为我有说过 在感情里 我或许战用也很强 并且会有点阻 谢谢 要追问吗 不用 不用 好 会 一定会 因为我是狮子座 谢谢 你要选的女孩在这三个当中 她们三个也一直为你亮灯到了最后 李帆 选 选 选择了妮妮 是 我相信四条鱼在取日子当中 会游得更加自由 更加欢乐 我们先谢谢盛林云 也谢谢我们的丽丽 两位先回到原来的地方 李帆和妮妮可以到我们旁边来吗 我注意到最后那个问题的答案 只有妮妮一个人说是 她不会查你的手机的 所以那个对你很重要 手机也是隐私当中的一部分 当然我就说 我不会将手机公开 我不需要你去查 但是我替女孩问一个问题 很多女人都会说 既然手机里没有秘密 你又何必介意我查呢 首先这是尊重的问题 你尊不尊重对方 从这举动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所以你对这个答案满意吗 很满意 妮妮你一直都是站在那里亮着灯 如果你身边这男孩满分是100分 你给他打几分 100 满分 谢谢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万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一直是强调你是 物质女孩 物质女孩 你是要买奢侈品的 你很注重奢侈品的消费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 李先生啊 愿不愿意满足这么一个物质女孩 对于奢侈品的追求 首先我会为她做 但是我也会慢慢地跟她交流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语说 是教会你如何去正常的生活 很好 很好 说句实话我很听妮妮高兴 因为李帆确实是一个到目前为止 我听过所有答案里面都非常完美的男生 如果一切都是真实地继续发展下去 妮妮希望的 李帆希望的 我相信你们会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结果的 不是替代评 是一个新的开始 谢谢 恭喜二位来掌声送给他们 她对我的理解和对我不问题的回答 给我直接的信息 我的要求非常高嘛 所以她很符合我的要求 有心跳的感觉啊 很好 谢谢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 两位我们的女嘉宾被带走了 而且最后一位看上去确实相当地完美 我们会祝福他们的爱情的 当然有什么结果也麻烦你们告诉我们一声 让我们也共同一起庆贺一下 胡莱雅为爱向前冲 只为你心动 我们的节目十三几点播 每天晚上七点半 浙江卫视中国蓝 明天同一时间 各位再见了 大家好 我叫陈乐乐 今年二十七年 裸奔是什么感觉啊 凉快 我帮你回答 凉快 真凉快 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去裸奔 是前裸奔 裸穿鞋 那万一你们裸奔的时候 刚好经过一个美女 然后你们会不会停下来 她会有些反应 没有 要走到你我大概十米左右的我才发现是什么女孩子 那唐老师我能不能打断一下 动机是什么呢 穿不起的孩子 请问一下你是高反的LD吗 但是说你是A货 高反的LD 我说你是 我是你穿不起的孩子 OK 听懂没有 你在炒作还是 那我在炒作 我告诉你我不行 请看着我的眼睛 想真能说再说一遍 我不是在炒作 可以一笔把你全部还掉 但是你的条件就是跳舞 我不会跳舞 不同意 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还清这些债 我觉得 那是一分钟